在詐騙案件頻傳 新舊院長蘇貞昌在前一天強調說 目前只有120個人失聯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再轟中央說 120條人命就不是人命嗎? 國家應變太慢了 根本是麻痺 下午來到了北市議會被詢 民進黨議員也反擊說 台北市目前有26個人還受困在柬埔寨 市長卻沒有幫忙阻止詐騙 同批柯文哲太沒有同理心 出陪國力全開因為不滿國人造了詐騙受困柬埔寨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卻嘲諷 國家動員營救能力不夠 尤其警政署機場舉牌 提醒出國民眾 如果你真的覺得舉牌沒有用 你就是在打警察局 在打消防局 雙方穿槍舌戰 議員拿出售據 截至17號 北市有26人 在柬埔寨還回不來 市長卻沒做回 就連過去雙城論壇爭議都拿來吵 為什麼那麼愛我 我就很討厭你 最了解你的都是你的敵人 反而對台灣軍援的中共 不要你那我敵 我們的總統沒有能力保衛我們的領空 兩人吵得不可開招 但讓柯文哲最氣憤的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前一天出來救火 卻表示目前只有120人還失聯 說他到底有沒有把人命當人命 他意思說死了就算了 他態度是這樣 國家方法就是在機場舉牌 這個也不是突然出現的 我這個有時候是麻痹 怎麼看不出一個國家動員的力量 雖然警方強調機場舉牌 至少27人成功被勸退 而副市長黃珊珊也參戰 120個不應該是只有吧 這120人太少了 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是態度的問題 一個都不應該有發生 北市政府首長同時開轟 柬埔寨詐騙案 畢竟不管多少人依舊失聯 每條人命都急著等待救援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 然後再唯一趟 請 бог 是啊 感谢观看